歡迎大家繼續回來《政壇新秀》 我是梁思韻 在旁邊有朱衛星醫生 是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也是醫管局前東聯網家庭醫學部門主管 我們上集有講到很多 究竟我們做醫護人員 究竟應該有持住什麼的醫德 我們所講的醫學倫理 其中我們亦談論封關的問題 大家講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不信任 很重要的 特別是不信任 內地的醫學或政府部門 大家經常講很多 甚至我們見到網上 某些KOL都在講 其實中國是隱暴疫情 現在應該有二十多萬人疑似確診 雖然世衛已經說了 傳播率應該有機會 是1.4至2.5 又有一個KOL 很出名的 他就說應該是2至4 意思好像很嚴重 我想問一下朱醫生有幾個問題 第一 中國會否隱暴疫情 延遲疫情和延遲通報 或者是隱暴疫情 第二 剛才我講的數字 好像跟我們現在在網上看到 微博實時報的數字 好像有些分別 其實整件事開始去到這裏是比較複雜的 因為大家有一些技術性和學術性的東西在這裏 首先我想我們講的所謂的傳播率 甚麼傳播率呢 其實理論上就是一個人感染的時候 他會傳播給多少人 在他發病和他開始受醫治 等他減少傳播之前 其實很多時候你要看 你究竟在看哪一個人群 以及你在哪一段時間去看 這個可靠性 最後定論其實是整件事過了 你看回頭那個一定是最準的 但是在中間的時候 其實不停有很多學者在計算 最早做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英國學者 他是第一次講他的學術模特兒 他那時講出來是很嚇人的 是很大的 但是那裏你看到其實他的基數 是因為他是基於大概去到一月中左右 那時其實那個數字是小的 他那時是基於四個五個去了海外 所以他是猜出來的 所有的學術模特兒 所有的數學模型 其實還有一個歷史 數學模型 其實是在大概二千年附近的時候 其實人們開始多提出來 因為那時開始有第一次禽流感之後 因為全世界很久沒有一些大的疫情 那時候他們其實數學模型 其實是做來做什麼呢 其實是基於一些我們所知的 某一個傳染病 那個傳播模式 傳播有幾容易傳播 治病率 死亡率 是用來計算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情境 原本是被那些有關健康當局 是用來去做估算他們 要撥什麼資源 事情會有多緊張 是用來這樣用的 當年去到沙士的時候 其實很早帶出數學模型 其實是梁卓偉教授 因為那時他其實是很精神的 其實他在回來香港之前 所以其實在香港 我印象中 他是最早期提這件事的人 我想他有沒有估計過 現在大家拿了這些數字來做製造恐慌 他最近也有發表一個 他那個就說 他估計其實那個 好像說最高峰會去到四月 他估計其實可能是 也有好幾萬人已經感染了 那些 但是我自己覺得 第一大家要明白所有數學模型 全部是基於價錢 所以數字越多 你的價錢會越準些 但是數學模型不是事實 所以譬如你剛才說 有些人說可能已經有二十萬人感染 其實那些全部都是某一個研究報告 在這裡說的一件事 那你就真的要去看他們 他們是基於什麼 但是很多時候有些人說 不知道是有心還是沒有意 就會找一些大的數字 因為其實你如果看所有 就算英國那個 他都說 有心的應該是 他一定有個 range 我那個可能是由5%去到15% 那你就選15%來説 因為5%來説 如果不是有時候真的可以嚇死 好了 講回現在事實 世衛計 和澳洲衛生當局計 都是說1.4到1.5之間到2.5之間 沙士是3至5% 其實一般都覺得可能是3% 但是為什麼說3至5% 因為又是你看是在哪裡 因為譬如香港是3% 因為香港爆發了那個 淘大花園和沙士酒店 那些是一些很特別的突然間有個爆發出來 所以你計算數字就會大 你去到可能去加拿大 他們的傳播可能是偏於5% 因為其實他們沒有一個特別的爆發 所以譬如你現在看的時候 你看看武漢的數值一定是低於其他省市 所以其實 somewhere 我想我們實際來說 在外面傳 即是在其他省市 包括在外國、在香港 其實現在看上去很可能都是2點多左右 最多都是 2點多是否一個很嚴重 因為我們又不懂得分 2點多來說 我們總是比較沙士 沙士是起碼3% 所以其實傳播率 看上去不是那麼容易 但不是沒有 現在看上去很多時候 是要是比較近的 我不記得是許樹昌教授 還是梁曹偉教授 還是袁國康教授 其實他們在說 其實如果你在澳洲 你可能要對著那個人留在這裡 大概30分鐘才有足夠劑量去暴露到 足夠令你治病 當然你說如果是一屋人 當然那個機會會大很多 但如果你說 逛街經過的 其實是很低的 所以昨天 袁國康教授 因為我們講了口罩不夠的時候 他們分享一個 如果真的沒有口罩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在逛街走過 其實你感染機會不大 如果人不是逼 他提了一個六個階磚 六個階磚距離 因為其實那個理論 你仍然都在 就是當你一咳的時候 最主要容易的那些都是大粒的飛沫 大粒的飛沫 其實可能大概兩米左右就會沉下去 這些都是我們知道的科學根據 所以其實你說 整件事我們是不是需要很害怕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們需要去不要掉以輕心 但是是不是整件事是很害怕 我又覺得不是 因為接著一個疫症 除了不只是傳播率 還有一個就是重症率和死亡率 如果你說傳播個個死亡率 當然是害怕 就是中親就會死亡 好像鼠疫那些 差不多是兩個死一個 或者三個已經死兩個 真的死得人多 但是現在你看所有的數據 其實這個我的死亡率是遠遠低於沙士 我們其中聽到有些人有個說法 就是用新型肺炎 對比美國的流感 他都死了一萬幾兩萬人 我們這些就不太嚴重 他又如何去看這些比較 其實我從來這麼多年 從沙士開始 我一直都說一件事 越不死得人多 其實對公共健康的影響 其實越大 所以雙風感冒 我們要謹慎一點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是一個不死得人多的 但是如果他是廣泛傳播的 譬如他們流感 流感如果沒有記錯 他們的傳播率是15的 意思是一個人可以 剪一剪就給15個人 其實你不用死得人多 最重要是影響得人多 所以譬如美國現在 他們一千多萬人下感染 所以他可能只是一個0.5%的死亡率 都死了幾千人 但是譬如一個現在的冠狀病毒 他一季已經死了六千六百人 現在已經去到八千了 其實好像冠狀病毒 現在我們去到那個比例 如果全中國比起來 計算下去大概2% 武漢來說 是大概現在是低於6% 其實死亡率一直在下跌 所以其實我們要想他的死亡率 其實這個是當年2005年的 第二次禽流感爆發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衛生防護中心已經計算了 其實這個也是最近 袁港教授提過類似的 他提過140萬人的 其實當時已經說 其實如果是一個廣泛容易人傳人的 一個流感病毒的話 八個星期之內 將會有15%的香港人會種椒 那時候就是當時的人口是105萬 但其中就是說 不是的 中國不是疑似2萬多人感染 是20多萬的感染 這樣就更好 為甚麼呢 因為問題你要去分析一下一件事 很多人說中國其實在門 是的 隱瞞疫情 OK 你看兩件事 第一 你去看社會 如果大家記得沙士 其實沙士是前一年的10月左右已經在流行 OK 當時的政府 我覺得有些未必是他們沒有通報機制 他們很多官員根本看著這件事 不懂怎樣去做 所以其實那時候不懂怎樣去做 他們真的有些會把消息壓下來 但實際上是否我們可以壓到所有東西 其實不是的 我們其實10月的時候 10月底11月已經開始聽 聽完那些說這個市又有人死 那個市又有病 或者沙士當年 是的 沙士當年 每個人都去找Boso 其實你的社會聽到 你想想 十幾年後 尤其現在大陸還有一件事叫微信 有微信有微博 是的 老實說 你知道微信是甚麼都傳的 如果真的有很多人感染 有很多人死亡的話 其實一早已經是整個中國已經爆發到甚麼 因為如果很簡單 如果有20萬人 如果你說6%的死亡率 你是說有成 有成是多少 是說二千 不是 數學不懂 兩萬 是的 大約一萬二人在這段時間死亡 整個中國已經去去去去去 一萬多人死亡 是的 我覺得你是不能遮掩的 尤其是 跟著就是政府的官員隱瞞 其實當年其實是有隱瞞的 現在其實有一些可能自己還有一些 開頭的時候 可能是有些不報的 但你看到其實老實說 官員為何要隱瞞不報呢 就是怕爺爺罵 怕上面老闆罵你說你管治得不好 現在整個中國氣氛 你看的是 你不理不報是你失職的 現在整個 即炒 你想一下已經去到封城了 其實大家整件事已經攤了出來 你不報 你反而是 重大一件事 你的仕途就完蛋了 他真的沒有什麼理由去不報他 很好的一個論點 尤其是報的時候 反而你的物資會有 你不報的時候 可能是捐物資 有人會上來做義工 所以他沒有動機不報 如果是這樣 你又沒有看見死 我當你沒有人不報 換句話說 如果真的有20萬人感染了 很多是很輕的 那些是一些 根本可能徵狀不多的人 我們根本都不知道他是有的 那就好 如果是這樣 我們整件事的百分比 就更低 你不要忘記 我現在是找一群有病有症狀的人 計算出來 這個百分比 如果所有這裡的百分比 我全部加20萬下去 其實就很輕 那就很輕微 比美國的流感輕輕 是啊 所以整件事 我覺得 不要浸廳的人說20萬 就嚇死 我反而覺得 如果真的外面有20萬人在這裡 走來走去 沒有死的話 其實我們這個 這個疫情更加輕 各位觀眾聽著 一定要將我們這條片廣傳 還有多點Like和Share 因為真的很緊要 因為我聽完現在 簡直覺得 是的 我現在的心安樂了很多 亦都跟大家說 今天政府在我們錄的時候 剛剛做了一個好像地圖一樣 我們現在錄的時候 剛剛有一個叫做 符合疫情918 排除疫情744 他就確定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仍然在這裡 接受檢查 檢查過 就159 而有15個是確診了 而我們剛剛都知道 有一個39歲的巡奇病患者 就死亡了 政府現在就整了一個地圖 這是香港政府整的 那朱醫生又怎樣看 現在香港政府 終於都整一個資料出來 香港最新情況 嘆氣的朱醫生 其實是一個月前 我已經在這裡說 其實當時政府 其實有一點是 是說得不清楚 但是內地就很早已經很清楚 說多少是確診 那些 但是香港那時候 開頭的數字 一路只是說我們有多少疑似 但是如果你仔細看 其實他的疑似很多是 已經馬上檢查了 要麼是X3 要麼是某種病 但是本來沒有那個數字 我們只看到疑似的數字 一直升得很嚇人 後來是去到大概兩三個禮拜前 他才沒有了報疑似 只是說確診 因為其實實際上 是有多少人是受影響 在香港來說 現在來說 我們所有的這些暫時 除了一些是緊密 有一兩個是緊密接觸的 其他主要都是在內地 去過內地 或者去過武漢 輸入 你說我們是不是需要認真 是要認真的 我們要去找這些人出來 是要努力的 我們也希望大家不要去瞞 因為我剛剛看到有一位女士 其實她的兒子 開始沒有說 原來她去過武漢 我覺得這些是很不必要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我們試過 當年沙士都有人 在淘大走出去 又不肯說 其實不肯說 之後大家有沒有發表 為什麼她不肯說 其實是害人 其實是害人 很多人的想法 我一說她就會抓我去 但其實抓了我去 有人幫你看住 還有治療你 是更好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很多時候 有時候有很多很傻的行為 就把這件事 實際上會拖了你自己 或者你的親人 快速去治療 因為現在其實 在某個程度 現在是有些藥是可以幫到 不是絕對治療是可以幫得到的 你越拖持 其實是越糟糕 你去搏一搏 吐好 這個是一個很傻的觀察 是一個很傻的觀念 所以其實 整件事我剛才在講 好像說其實不用那麼害怕 但我覺得 不是叫大家掉以輕心 仍然都是人多的 真的無謂去 現在我們都不會去旅行得太遠 如果有口罩的適當去戴 我覺得這些都是需要的 好 多謝朱醫生 我們接下來想 朱醫生給我們一些提示 究竟外面有搶口罩 有這麼多口罩 有什麼消毒劑 究竟怎樣選擇 我們下次再回來看 大家記住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分享 多點出去 這個讚 對 有什麼 多公 ay 神聖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